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月6日 从北京仓皇出逃的咸丰帝将耗时150年修造而成的圆明园抛在了脑后 当侵略军撞开圆明园的大门时 站在他们眼前的仅仅只有二十余名奉命守员的既有太监 血肉之躯自然抵挡不住枪弹之力 当最后一名太监倒下的那一刻 抢劫开始了 法军司令孟托邦在入园当天即涵告法外务大臣 与命法国 为人注意 先取在艺术及考古上 最有价值之物品 于行将以法国及罕见之物由阁下 以奉献皇帝陛下拿破仑三室 而藏之于法国博物院 而英国司令官格兰特 则直接下令 派军官接力收集 应属于英人之物件 真品当即献给孙敬的女王陛下 能够被拿动的物品 遭到了士兵的空抢 拿不动的就用大车或牲口搬运 实在运不走的 就肆意打砸销毁罪证 陶瓷 字画 丝绸 金银器皿 珠宝美玉 圆明园能够被抢劫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 这一点 从英军带兵官赫利斯的日记终便可见一般 10月11日 宫殿一眼望不到边 入眼处的一切都被黄金和财富所包裹 司令官已经准许我们收集战利品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富翁 10月15日 连日的收集已经让军官和士兵麻木 地上到处都是散落的黄金和珍珠 不远处法军的营地里堆满了华丽的钟表 他们竟然用昂贵的绸缎和刺绣来搭建厕所 10月18日 今天之后一切焚烧下将不复存在 园外的道路太差 为了满载珠宝大车顺利通过勾砍 法军建议用象牙和中国词铺路 司令官准许了这一请求 不过后来用东方话代替了 被砸碎铺路的中国词 圆明园被盗抢的物品有多少 据道光15年奉旨清查圆明园库处物件而折 记载 一两重银客共存569,390个 和田 玉路易 1621款 玉燕 笔锡等501件 历代名家自画87800轴 头等词如 平 冠等共189,700件 各物件而累计约167万5,800件而 这些物件而 如今主要分布于英法的博物馆 而其中仅仅是法国丰丹白陆宫中国馆 公开战事的国报及藏品 便达到了一千余件 而法国巴黎东方博物院 则藏有圆明园皇家 玉印两方 此外 轻如棉袍 刀枪不入的乾隆大跃甲咒 则无言的助力在法国军事博物馆 乾隆大跃甲咒 至于英国 传闻英法联军凯旋之日 大英博物馆的仓库都被完全堆满 无数的中国瓷器被露天放置时间 尽长达半年 二外国人来中国探险 顺手牵羊带走的文物 以敦煌壁画 遭窃为历十九世纪末 百年荒芜下的敦煌石窟洞口 早已被日积月累的流沙所堵塞 一位名叫王源路的道士 看到这幅破败的场景 决心修善寺庙重现佛门圣地庄严 在清理石窟时 不慎弄开画壁的王道士 顺着裂缝发现了一个秘密 一间从地到顶堆满了古籍和其他物件的秘室 王道士诗字不多 但秘室发现非同小可 于是便选了一些样本承报给地方官 由此敦煌藏经的秘密便不进而走 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 听到这个消息后欣喜若狂 但是在直奔敦煌找到王道士后 却碰了钉子 王道士对于这个西洋鬼不理不才 对于宝藏仪式 而更是多番否认 闪烁其词 王道士和斯坦因 为了骗取王道士的信任 斯坦因可谓说尽了甜言蜜语 用尽了额鱼奉承的手段 最终在承诺捐助费用修善寺庙之后 他终于如愿以藏地走进了千佛洞密室 数以千计 历史达九百年的经卷薄化 让斯坦因兴奋之志 但是他表面上却露出了不屑一顾的神情 这让一旁的王道士大感失望 原来所谓的珍宝 不过就是几本破经书 就博化 后来 逐渐疏远防范的王道士 在斯坦因的诚意感动下 将高达七千经书 五大相博化 二百多件绘画 统统赠送给了这位国际友人 而获得了这一切的斯坦因 不过只耗费了价值五十美元的银两 斯坦因的巨大成功刺激了整个西方学界 在英 美 法 德 俄 日等西方国家大批量探险者 以文化考察为名地涌入下 一场对中国的敦煌地区进行疯狂到绝开始了 法国探险家薄熙 在王道士的引路 进入藏经洞的一刹那 也如斯坦因一般白若木鸡 在五百两白银的代价下 这个懂汉语的法国人得到了六千卷金书薄画的馈赠 正在工作的薄熙德国探险家雷科克 用半米建方的木板贴着壁画进行切割 然后将连同泥土一起被剥离的整整四百平米的壁画墙面带回了德国 放置于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展出 被雷科克盗掘的墨高窟壁画 美国泰 先家华尔纳 将强力胶布贴在壁画上 强行沾走 高达二十六窟的壁画表面彩绘层 临走之时更是以七十两银子的价钱 从王道士处购得圣唐佛像一身 被华尔纳沾走的壁画 截止到一九五零年 新中国正式接管墨高窟 设立敦煌文物研究所 以国家力量介入保护 维修与研究 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莫高窟损失了多少物品 三万四千件 三 时隔百年 中国流散文物慢慢回家路 事实如此 如今摆在海外各大博物馆里的中国藏品 十之八九的来路都不光彩 中国禅弱时 这种不光彩 虽不能摆到台面上 但还不足以引发他们的忧虑 但是随着近三十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突飞猛进 自感理亏的西方各国 开始了焦虑惊慌 2009年 北京正式宣布 向欧美个人博机构派出搜索队 这些人的任务很简单 按图所记 对世界各大博物馆 及研究机构 的中国文物藏品进行鉴别 对其中为数众多的非法渠道文物进行汇总归类 一切的目的 统统是向了海外流失文物政策性强制回归 就在当年 美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 就迎来了第一批中国搜索队 他们在中国展厅进行短暂停留之后 静止找到了博物馆馆长 要求其拿出关于这些藏品来路的法律文件 文物搜索队成员在拍摄大都会展出的中国文物 中国方面的要求让大都会博物馆方面紧张不已 在推委尴尬时 中国搜索队只是留下一句 挺满意的 变头也不回的走了 中国搜索队的离开 让大都会博物馆 亚洲分部的负责人松了一口气 但是什么也没带走的中国人 真的什么也没带走吗 当然不是 至少我们知道了必将回归的我们的文物的具体位置 大都会亚洲文化分部的头 在跟中国代表团交谈 2010年 我国第一次以法律途径 无偿追回国家 一级文物 舞会飞食国 2011年 在美国国土安全部与中国驻美大使馆的见证下 14件珍贵的中国文物 被强制返还给中国 2013年 在中国的法律斡旋下 法国皮诺家族宣布无偿归还中国圆明园 流散文物青铜属首和兔首 自2009年中 国向全球47个中国文物流散国派出搜索队以来 国家文物局通过法律手段 已成功追回海外非法流散文物四千件套 虽然相较于一千万海外流散文物 四千件还只是沧海一宿 但是中国却正在用实际行动向窃贼宣示 一个孱若任由文物倒觉得中国已经远去 贼人手上的赃物 必将归还给一个 正在日渐强大的施主 记住 这一切本来就是我们的 End 好